好,謝謝同學剛剛有來問一些細節 所以我們剛剛有些地方講的不夠清楚,要稍微看一下 就是這個 我們剛剛提到在講R2的時候中間這一項 它為什麼是0 用一個比較完整一點的看法是從normal equation去看對不對 那實際上就是剛剛講到的moment condition 意思就是說因為我們要求的假設這邊要是對的 那你就相對應的會有什麼 會有一個在sample side的moment condition 這裡實際上我就要寫hits 這樣可以嗎?大家可以理解 我在population side要求的假設 跟我在sample counterpart所看到的moment condition 我看到他們的區別 然後呢 這個東西當然 這個就是我們的ui hat 然後呢 我換個顏色好了 這一項是ui hat 我們的residual 右邊這一項 我分別把它寫成beta0 hat 加上beta1 hat xi 右邊這一項寫成beta0 hat 加上beta1 hat x bar 可以嗎? 那當然beta0 hat就拿掉了 那右邊剩下的我們整理一下 這整項呢 這整項就會是什麼 ui hat 乘上beta1 hat xi 減beta1 hat x bar 那我們就 把 把它分配進來 那beta1 hat已經是一個估計值了 然後 右邊這是beta1 hat sumension ui 然後 hat 跟x bar 但是x bar 是不是也已經是一個估計值了 它已經是一個constant 我們再把它搬到sumension的外面 OK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看這兩項分別是多少 這一項和這一項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moment condition 所以他們都是0 那就進而去告訴我 這項是0 好 那我們這裡應該沒有問題 我們就回來剛剛提到的問題 那這裡的話 他要我們去說 β1 hat sumension x1i yi 除以sumension x1i square 當你的sumension x1i x2i 是0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拿來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拿來 跟我們下面得到的結果比較一下 OK 剛剛我們已經得到的 β1 hat是這個 所以 當 sumension x1i x2i 等於0的時候 我們的β1 hat就會是什麼 這項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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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 剛好是 我看一下齁 是不是哪個地方有一點問題 是1i的平方 1i的平方 2i的平方 好 對不起 我有點殘 沒有看到 OK 所以呢 如果這個成立 那我們的β1 hat就 會長這樣 OK 好 很棒 這是我們的第三題 還是第四題 第三題嗎 對 第三題 在做的事情 好那我們就繼續往下看 第四題 第四題要回答什麼 第四題說 呃 題就在找β1 hat 那就是我們剛剛已經找完了 OK 就是長這樣子 那第五題他說什麼呢 他說 現在啊 我的model長這樣 跟原本我們在推β1 hat β2 hat 時候的model 差在什麼 才在結局上被放進 那請你去秀一件事情 就是說 對於這一個新的model來講 它的 你就想成是一個 3Dimensional 這種樣本平均數 會被 它所fit出來的這個回歸平面 給通過 OK嗎 這感覺應該 沒有問題 我們原本是 fit回歸直線 現在你有 x1 然後x2 畫一個 比較 容易畫的 x1 x2 所以你現在是在 這樣的空間裡面 你現在看到的點 它是在 x1 x2 還有y 的空間當中 散布的observation 然後你要去找出一個回歸平面 那你fit出來的回歸平面可能這樣 比如說這個樣子 好 看不太出來 大概這個平面大概找成這樣子 但你就是找到一個回歸平面 然後呢 你的x1 bar x2 bar 跟y bar 也會被這個回歸平面給切過去 這樣子 可以嗎 這是它要我們show的事情 大家花一點想像力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我會畫什麼 好 太棒了 那我們就去看這個東西 那怎麼看呢 也很簡單 就是現在第五題嘛 我的模型是 yi等於β0加β1x1i加β2x2i加ui 所以我們要去 derive 的 objective function 是不是就是 y i-β0-β1x1i-β2x2i 的 square 這樣子 然後三邊選 起來 也是一樣 最小平方法 然後我們就很努力的去找這個 facial condition 好 但 沒關係我們就做一下 其實應該不用做很久 這個東西呢 是兩倍的summation yi-β0-β1x1i-β2x2i 然後那乘上一個什麼 負1嘛 等於0 那因為這裡是等於0 所以這個我都可以不要看 對不對 我們就看這一條 等於0 就好 那這條等於0 含義上就是什麼 yi summation 我都同處於n 好不好 這句是y bar 減掉 β0 summation n次 然後那除以n 所以還是β0 hat 其實都是hat 然後 x1 bar-β2 hat x2 bar 等於0 所以我今天也把這個 解成y bar 那是不是就得到了 意思是什麼 你的 回歸平面 會通過 一-dimensional的 樣本平均 這個點 OK嗎 好 這個 你其實只要從 對β0的 partial differentiation 就可以知道 好 所以第五題 OK了 那我們看第六題 第二題他要做什麼事情 他說 他說 Earthin 5 supposed at model combination intercept 然後再來說 這個intercept 還有β1h長這樣 那要怎麼跟原本的β1來相比 比起 怎麼樣跟忽略了x2 的模型當中的β1來相比 OK 這其實 好我們直接看一下 解答他怎麼講 就是 我們看一下 說 在 你有 兩個解釋變數 的 模型裡面 你知道什麼 你的三個 三個 這個 樣本平均數 會去通過你的回歸平面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 對於回歸平面的這個 擷距 擷距向的估計 是不是 可以這樣得出來 然後呢 再來是 這是 呃 我看一下 喔對 這是你裡面的objective function 然後我們把 objective function 就是你 在推導這個夾伙 你的 y i 等於β0 加β1 x1 i 加β2 x2 i 再加ui 你在 針對這個模型做最小比方法的時候 然後 你是 用這樣的 objective function 對不對 你把這個β0x1 用這個來 代掉 那某種含義上 就在說什麼 我如果 不要 解句項 的話 我的效果 這個夾伙的效果 會怎樣分到 β1 β2 去 對不對 所以呢把這項代掉 我們 來代一下 也就是 這個東西 把它代進 那你就有什麼 yi-y bar yi-y bar 還有 β1 x1i 這裡 是不是 把β1 hex 提出來 x1i-x bar 再來是什麼 β2hex 提出來 x2i-x bar 的這個樣子 那這個式子實際上就是什麼 我們在做 沒有截具項的模型 塗掉 那一個沒有截具項的模型的時候 的objective function 對不對 OK 所以這邊稍微我們把符號換一下 換成 B1 跟B2 也就是說 你在這裡 對B1 B2 的估計 實際上會是什麼 你這邊的 β0 β1 β2 的 某一種combination 可以嗎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把 六題講完了 那我們就再看一個 其中考的例子 好 那這裡有一些背景介紹 他說什麼 高層 也是達爾文的 侄子 那他其實就是 我們現代統計學開始講 回歸這個詞的噪音這樣子 那 他當初是怎麼提到 regress 這個詞的意思呢 老師其實在課堂上有講過 就是說 他一開始在study 人們的身高 所以他就想 比較高的父母 他會不會生出來的兒女 也比較高這樣子 但是如果這個effect存在 意思就是說 比較高的父母 就會生下 比較高的兒女的話 然後反之 比較矮的父母 就會生下 比較矮的兒女的話 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隨著時間的經過 人們 會自然而然的分化成 巨人族和矮人族 就是說 因為高和高的人 更容易生出高的人 矮和矮的人 更容易生出更矮的人 所以 相對都是比較高的父母 他的小孩子 就有更高的機率是更高的 懂我意思嗎 就是剛剛我講的 effect一樣是說 高和高的父母 更有可能生出高的孩子 這個存效果如果存在的話 那就如同高爾頓所推向 那應該要有巨人族和矮人族 這樣子 但實際上就是 因為剛剛講的這個effect 不存在 或者說他 不是我們所想的那樣 你當然可以說 高和高的父母 因為他們記憶的關係 你有比較 你有某種程度 或某種機率 可以生出 某一個程度 高度的孩子 可是這個孩子 他要比父母都來得高 的這個probability 其實是decay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比較容易看到幾個現象 像是說 比如說某一個球星 他前幾局表現得很好 那之後他就相對表現不好 你就覺得說 他的那個 手燙的那個效應不見 是什麼原因 那極某種程度上 他前面那表現的是異常 後面只是回歸平均而已 這是高層他去提出來 所以人們的身高 會regress to the average 或regress to the mid 他就提到regress 退化回到平均 也就是回歸我們這個詞的來源 這樣子 好 所以呢 嗯 好 沒事先不要插開 那我們就看一下這個題目 所以這個題目他就說 他想要study的事情就是說 孩子們的身高 height of children 那會有什麼樣的因素可以去警示他呢 所以他就找了15到22歲的孩子 然後呢還有他們父母的資料 OK 所以這裡控制了一些東西 就包含了父母的身高 然後再來是父母的教育程度 然後這個lock income 可以把它當成是家庭背景 然後再來的話這裡有 這個孩子是男性還是女性 然後和他的父親的身高 這你可以不要想成是一個interaction term OK嗎 那這是孩子的性別 和母親的身高 OK 那再來是這個孩子幾歲 所以這裡放了7個dome variable 然後最後是結局小 後面有一些test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所以第一題 他問你為什麼只有7個dome variable 那剛剛我們是講什麼 從15歲到22歲對不對 所以這樣應該是橫跨了總共8個年紀 22-17再加1 扣掉了一個嘛 對不對 所以總共8個年紀 可是為什麼只有7個dome variable 那很簡單 就是因為我們需要一個基期 所以呢我們把15歲當作基期 然後只把16歲到22歲的孩子給 標出來 這樣我們就可以避免 perfecting collinearity 的問題了 對不對 好所以第一題回答完 那我們看第二題 他說 在第一個model 也就是只有考量孩子的性別 跟他的年紀 the model裡面呢 a very controlling for ag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of average height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他說 小朋友的性別 是男性或是女性 他們對身高平均而言的差異是多大 那實際上就是看這個估計值對不對 如果是男性 男性 那就是1 如果是女性 女性 那就是0 所以男性平均而言 比女性高 11.33公分 這是model 1在告訴我們的事情 OK嗎 好那到model 2 第三題他說什麼 How does the height of children change if the father is 10cm taller 好 第二個模型 加了什麼東西 加了父親的身高進來對不對 所以他就說 如果爸爸高了10公分 那這個孩子他應該會高幾公分 那含義上是不是就是 這叫做爸爸會高1公分的話 孩子會高0.34公分 OK 那代表爸爸高10公分 這個孩子就會高3.4公分 好再來 Moving from model 2 to model 3 and observing the change for the coefficient of height of father drop Is height of father and height of mother positively or negatively correlated 好那第四題他回答的是一個比較有趣的問題 他在說 父親的身高和母親的身高 是正相關還是負相關 那這要怎麼看呢 我們先看一下 在第三個模型裡面 有去考量到母親的身高對不對 第二個模型裡面 有考量到父親的身高 所以從3是可以reduce回2的 2是extend到3 所以你就想一件事情 我們在extend model的時候會遇到什麼問題 或者說我們是因為什麼問題才去extend model 因為ominti variable bias 我相信說只控制住父親的身高是不夠的 所以我還要再把其他factor加進來 那我在加其他factor的時候 我會去直觀的 第一個是感受到 原本這個coefficient estimate 可能會發生變化對不對 就是從0.34變0.29 你就可以想到什麼 實際上意思就是 父親的身高原本有一個比較大的解釋力 現在變小 OK 那下一件事情 那加進來的東西 如果讓它方向整個改變呢 OK 那是不是你會想到說 加進來的東西和原本的東西其實是負相關的 才會讓它的方向整個改變過來 或者是它control做的東西 讓這一個effect 它方向整個upside down過來 那現在如果我們看到 加進來的東西和它 都是同一個方向 那你就可以想到的 實際上含義是 這兩個factor它們之間 應該是正相關的 它去 新加進來的這個variable 去share了原本variable的一些解釋力 直觀上你可以這樣子去想 OK 好 所以呢 你就可以 epically的去回答說 好 父親的身高和母親的身高之間是正相關 好 再來 第五題它問說 are the effect of father's height and the effect of mother's height equal 那意思就是什麼 它想要請你用這裡所估計出來的 estimate 去control一個test test誰 這一個 parameter和這個parameter是不是一樣 對不對 那就找一下這個表 有沒有這樣的test呢 這個test在說什麼 height of father,height of mother OK 那就是在test 假設這裡是 beta1 beta2 跟beta3 然後這裡是beta0 所以我現在這個test 就是要test說 beta2 是不是等於beta3 OK 我是不是就需要一個f-test 那我們就看 這裡就 不對 這裡就provide我們的f-test 那如果你不知道f的test statistic 你去查表 那這裡它提供給你p-value 所以如果你的significant level是5% 那你的p-value小於0.0 你就可以根據這個拒絕的原則去說 好 父親和母親的身高 並不在統計上顯著的相同 OK 應該說 父親的身高和母親的身高 對孩子身高的影響 在統計上並不顯著的相異 這樣子 並不顯著的相 好 然後 第六題 他說 Test the non-hypathesis that the coefficients of variables other than parental height are zero OK 那我這邊再加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它其實還有一個是 mail 就是 還有性別 是parental height以外的東西 就是有什麼 父母親的教育程度和社會背景這些 所以我們現在也把mail給納進來考量 那 意思就是說 我想要去test說 除了mail以外 這些schooling 然後還有income 這些東西 它背後的parameter 是不是jointly都是0 那我們去找有沒有test在test這個事情 OK 這裡有parental schooling and family income等於0 那這個test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對不對 我們就去看 PValue 0.6981 沒有小於0.05 也就是我們的significance level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去說 這一些係數是jointly的顯著的異於0 OK嗎 好 那再來第七題 他說 Does father's height affect son's height and daughter's height differently 我們先看第一文句就好 所以他就在說 父親的身高對兒子的身高的影響 和父親的身高對女兒的身高的影響 有沒有顯著的差異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模型 這個模型多加了什麼 interaction turn 對不對 他在講的是不是就是 孩子的性別 和父親身高的interaction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寫 今天一個孩子 他的身高 然後geven住後面的東西 會是什麼 或者是他的性別 這裡是1.28乘上他的性別 再加上 旁邊 父親的身高 然後0.25 乘上 他的父親的身高 然後再加上 0.36 母親的身高 然後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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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面可以看到 是什麼 是 這裡 這個 interaction turn 他的 0.08 是 孩子的性別 乘上 父親的身高 再減掉 0.02 孩子的性別 乘上 母親的身高 OK嗎 我大概還要加一個 constant 可以 再加61.83 但這個合不合理 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這個模型 我們現在只是 imprecore去看 因為代表說 你剛剛這些東西 如果全部都是0 但這樣的孩子 可能也不存在 那你的平均身高 是61.83公分 所以我們先不去看 那個模型的合理性 還是直接去看說 這個模型讓我們問什麼 然後我們要怎麼回答 好 那 這是對於某一個 性別 現在我們不知道 的孩子來講 是這樣 那如果他是男性呢 那是不是這裡是1 然後 還有這裡是1 OK 可以嗎 所以對一個男孩來講 加1 5隻 對於一個男孩來講 有一個boy 他的平均身高就是什麼 1.28 加 然後 0.25 father's height 加 0.36 mother's height 加 其他一堆東西 再加 0.08 father's height 因為這裡 這個integration 是 mail它是1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說 這裡呢 要把它 並在一起 0.5 加0.08 bet father's height 然後 最後 再加一個const 61.83 這對於一個男孩子來講 那對於一個女孩子呢 girl 那就會是 這個1.28就不見了 對不對 因為這裡是女性 女性 所以這裡不見 然後這裡的話 我的mother's height 在這邊忘記加 所以我們這邊還在加 再減一個 0.02 倍的 mother's height 那對於女性來講的話 這裡就會 直接是 0.25 倍的 father's height 加 0.36 倍的 mother's height 然後中間加的東西都一樣 最後再加一個一樣的 結局下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看一件事 叫做 對於 爸爸的身高 我們現在把媽媽身高先拿掉 不要看 因為題目現在會說 父親的身高對於 男孩子 和對於女孩子的身高的影響 是不是有差 那你要test哪一個turn 實際上的伺度就是test 今天這個加0.08 到底有沒有加上去 對不對 還有這個性別 但是這個性別 不像做父親對孩子的影響 OK嗎 所以其實只要去test 這個0.08 它來自的那一項 有沒有顯著 那就是test 我們原本的什麼 這個interaction term 有沒有顯著的易於0 OK嗎 就可以了 所以好 這個告訴我們什麼 在5%的significance level底下 我們說它是顯著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說 父親的身高對於兒子 和對於女兒的身高 是有顯著的差別的 OK嗎 好 這個可能不一定有生物學上的根據 因為剛剛這樣的interpretation 可能含義上就會說 父親這個容易長得高的基因 可能傳給兒子和傳給女兒的 effect是不一樣的 所以才會導致說 父親的身高 對於兒子或女兒的身高的影響是不同 OK 那對於母親的話也是很類似的做法 我們這邊就不去看 再去看她的interaction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 講完了嗎 還有最後一題 他說 suppose that there is a measurement arrow in father's height from model 4 is the true effect of father's height larger or smaller than 0.29 那我們這邊就稍微複習一下老師的通影片 在 老師的這個exus 這一張裡面 有句提到measurement arrow 那好 中間我們先跳旁邊的推導話 其實也很簡單 我們去跳結論 重點就是什麼 你會發現 measurement arrow之下 你所量到的這個beta1 height 你去找他converging probability 當然不是beta1 但會是什麼 a ratio of beta1 而這個ratio 這裡就是什麼 variance 所以這個東西一定是 介於01之間的 意味上就是說 你的measurement arrow 會讓你什麼 downward estimate 你今天量到的beta1 height 比實際上的beta1 還要來的小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你存在了 measurement arrow 那麼 你所量到的 Effect 比True effect 要來的小 OK嗎 這樣就回答完了 好 那下面 就是一些解答 你可以自己看 然後我們有隨堂練習 在這裡 那今天的實習課就上到這邊 如果有問題的話可以再問我 好 然後一件事情提醒就是 還沒有領書的同學 記得來找我領書 好 我們下課 謝謝 恭喜 謝謝 對 謝謝 謝謝